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378集 杜兆辉本来还想去警告两个乞丐一番 搬一搬黑脸,让夏小兰给他们投资时收获更多感激 哪知徐静和马海穷得连旅店都住不起 依萨卡镇虽然不大,他们要找老乡借宿 杜兆辉一时也找不到人 这里既不是香港,也不是鹏城 杜大少的面子不太好用,他只能放弃了这个打算 在依萨卡待了两三天,杜兆辉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但就像夏小兰说的,他必须得回鹏城去 鹏城现在就是杜兆辉的战场 他要不回去承受住压力,那就是不战而输 让他轻轻松松把杜家的钱让给别人 想都别想 杜兆辉这边上了飞机 另一边,夏小兰也在看徐静给的资料 哼,这两人还有点本事 他们找不到大厂家,却费心找了不少替代材料 按照他们的设想,鹰汉版电子磁点的性能 要比鹰德版电子磁点各方面都更强 电子磁点在国外也是刚问世没多久 第一版只支持三千个单词的翻译储存 徐静和马海的版本,单词储存量翻了一倍 支持汉显 还抓住了电子磁点胜过传统磁点最关键的一点 能朗读单词的正确发音 要没有这一点,别人买电子磁点做什么 只知道英语磁点单词量更大呢 可连教英语的老师都没办法准确发音 学生不会读单词不是挺正常的吗 这就是国内的现状 六千个单词的发音,翻译储存 用来应付高考足够了 电子磁点的目标客户是学生 又不只是学生 夏小兰从来没怀疑过她的市场前景 当然,一旦徐静和马海的电子磁点成功问世 各路公司都会铺上来生产这玩意儿 夏小兰这种深受后世观念影响的 还要问一句能不能绕开别人的专利 国内的厂家讲个屁专利呀 什么产品卖火了,大家就一窝蜂地照着生产 把电子磁点拆成零件 搞明白怎么组装就行 谁也不可能付专利费的 做实业的,不仅是夏小兰要面临这难题 每个老板都这样 从混乱中厮杀不出来 厂资和产品坐着坐着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 可能是技术跟不上时代 可能是营销决策错误 谁知道在哪个环节犯了错就完蛋了 后世那些知名的大企业 各个都遇到过许多危机 最终能把规模做那么大 那些企业家谁还不是有几分本事的宝宝 夏小兰仅靠先知先觉 根本不可能完全碾压嘛 幸好 电子磁点所涉及的是个大市场 这块蛋糕很大 多几个竞争者也暂时把它填不满 何况 徐静和马海搞出来的东西 比我记忆中的早了几年啊 夏小兰没带着百度重生 不是每件事她都了解得清楚 反正上辈子第一次见到电子磁点 是1994年 她还没有高中毕业 考虑到她上辈子老家是个内陆小城市 电子磁点从问世到传到她老家 怎么着也要用两三年 往前推 英汉版的电子磁点 就是90年左右生产上市的 什么东西提前了三四年搞出来 难道不是商业先机 当然 前提是徐静和马海真的能把东西做出来 能实现量产 两万美元根本不够 不知道那些厂家投入了多少钱研发 绝对是不止两万美元 夏小兰把资料合上 再等两天 她就可以和徐静马海谈一谈 两万美元太少了 百分之四十的股 也太少了 她作为唯一的大投资人 这事要不是她说了算 难道真是撒钱支持徐静和马海两人的梦想 夏小兰要亮一亮那两个糊里糊涂就创业的人 徐静和马海就惨了 厚着脸皮在老乡宿舍借助 人家又没空床给他们睡 他们只能打地铺 在纽约住地下室 都好歹有床呢 每天还要在康奈尔大学露两面 靠这样刷存在感 希望夏小兰别忘记 他们还在等着答复 连宁雪都认出了两人 下课时叫住夏小兰 我看到有两个人挺眼熟的 是不是留学派对上 你和他们说过话的 一个姓徐 另一个姓马 对吧 夏小兰点头 嗯 你没认错 他们是来找我的 是徐静师兄和马海师兄 你注意一点 我听说 他们骗了很多人的钱 纽约的华国留学生圈子 对这两个人印象很糟糕 宁雪还是好心提醒了一句 夏小兰也不会把别人的好心 当驴肝肺 她和宁雪脾气和不拢 但她从来没觉得宁雪是坏人 谢谢你提醒 不过我挺好奇的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很自然的 刚进入圈子就被人提醒了 要离这两个人远一点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宁雪皱眉 夏小兰摇头 不 我知道你不说假话 我对你很信任 我是不相信别人 这两人既然人人喊打 组织留学生派对的李学长 为什么一定要邀请这两人去参加呢 不是应该把他们隔离在圈子外 以免更多的同胞上当受骗吗 这倒也是 宁雪没细想过这方面 很矛盾的做法 逻辑上就说不通吗 你的意思是 有人过意孤立排挤 甚至抹黑徐马两位师兄 嗯 我什么都没说 就是一种猜测 宁雪聪明归聪明 人情事故方面 实在没多少经验 夏小兰不想宁雪被人骗了 可能是异国他乡 让宁雪降低了警惕心 她记得宁雪以前 从来不人云亦云 她刚进华青那会儿 别人对她有误解 也没见宁雪受到影响 宁雪脸色顿时挺难看 不是生夏小兰的气 而是觉得自己受了愚弄 也弃华国留学生们不团结 大家一起在国外求学 不相互帮助 反而搞这种事 夏小兰点到为止 一向都是宁雪给她上课 各种嫌她浪费天赋不上进 没想到 还有她反过来给宁雪上课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夏小兰觉得还挺爽的 难道我就是个 喜欢欺负人的变态 夏小兰检讨了自己三秒钟 带着好心情离开教室 她也该给徐静和马海 一个答复了 起码应该去纽约 看一看他们现阶段的成果 回到温家 胡英从厨房里探头 你回来了 今天有一个姓向的小姐 打过电话来 说要到家里来 跟你送什么东西 电话里也没说清楚 我让她晚上八点过来 没关系吧 我让她晚上八点过来 我让她的心情离开